BS无线卫星电视台 现在为您播放的是正经话 主题正经话 几谈重要的是 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夏亚璐 过去好几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讨论中国大陆在面临现在整个国际的情势 常常摆出自己的大国姿态 非常灵活的在应对 不过其实在最近西方世界有一个不一样的观察 华尔街日报就用非常陡大的标题写着 说中国难成世界一流大国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论述出现呢 其实我们要来观察最近的远东集团转投资成都太败 结果遭到了房东恶意的霸占 无预警的停业 这整个争议的事件我们来设想 这样的商业纠纷有可能会出现在真正先进的世界大国吗 中国的大国姿态到底是一个架势十足 还是其实是外强中干呢 而当台湾还在为服务协议感到困惑 质疑的同时 太白岸就是进步点出了台商不怕竞争 但是怕不公平竞争这样深层的恐惧 另外当成就中国经济斗森 这个关键之一的人口红利 现在可能要出现了拐点之际 中国有没有能力去解决这样的难题呢 一旦如果中国出现了问题 台湾又该怎么样的应变 来怎么样的因应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专家 进一步带大家来解读 由远东集团短投资的太平洋百货成都春喜业 遭到了房东城商集团无预警的恶意霸占 现在是强制停业 两样的游戏规则大陆说的算 一旦投资没有保障 服务商机有没有可能先被恐惧给淹没呢 而另外华尔街日报非常陡大的标题写着 中国难成世界一流强国 经济放缓 社会问题 人口红利出现拐点 这些错综复杂的难题 是不是已经对中国带来 这个卫富先衰的威胁呢 而距离真正的一流大国 中国到底是一步之遥 还是万步之远 而当台湾出口重压四成在大陆 一旦道路继续拉紧 台湾的状况又该怎么办呢 首先先为您介绍雷斗献虫的三位来宾 第一位为大家介绍的是政大外交系的李登科 李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请接着为大家介绍台经院的副院长 龚明星龚副院长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接下来为您介绍是财经杂志的总主笔 陈中庆 主笔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我们就一起来关心中国的大国崛起的路线 在过去西方世界在看待中国的时候 心里头都抱持着一种被威胁的想法在看待 不过现在事情出现了不一样的变化 因为华尔街日报就有一个抖大的标题写着 中国南城世界一流大国 为什么现在会有这样的论述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的从目前徐旭东 太平洋百货公司在成都所面临到的一个头痛的问题 来进一步的解读 你能够想象吗 这样的商业纠纷会出现在任何一个先进的世界大国里 我们来看到太平洋百货公司 在成都这块地方已经经营了二十几年的时间 不过现在却是因为房东硬是要涨房租 不是涨一点而是涨了将近五倍 太百呢不愿意的状况之下 现在面临的局面居然就是他们的商场 被房东给强行霸占 完全没有办法开门做生意 整体争议发展到现在 目前的状况是如何 我们先一起来关心 太平洋百货成都春夕店被房东成商集团强制封锁 进入第三天 门口依旧铁链环绕 保安留售 还说只是装修 太平洋派出总经理李光荣 从上礼拜就坐镇成都 协议至今还是僵持不下 我的床上也受到损失 我的员工的薪水发不止去 我的员工的生计怎么办 百货无法营业 太百却只能苦等公权力介入 平民媒体报道 原动集团董事长徐旭东不排除情职西针 抢回太百利用它深耕大陆的影响力 你投资的话要以13亿人口来计算吧 看传大陆市场 徐旭东从水泥纺织运输服务都有西进投资 亚东水泥08年还在香港挂牌 近两年抢进中国不小大小建设 2009年徐旭东还让中国移动入国远传 但两岸服貌一直没开放电信 今年只好停止入股案重启业务合作 在大陆打造良好形象还帮忙震灾 大陆四川强震 徐旭东以远东集团名义 捐出4000万新台币和2000吨水泥 但这样深耕坏来的却是 陆媒只字未提 这是事件中大陆业者的压霸行为 是装修也霸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徐旭东对大陆市场特别注意 但台商就是台商 如何和大陆企业相抗衡真是一大难题 好 徐旭东这一次在成都踢到了铁板 也让大家马上联想到过去六年前 星光集团非常惨痛的遭遇 当时星光天地百货公司在北京 2007年4月多的时候才刚刚开幕 没有想到紧接着不到四个月的时间 2007年8月就马上面临到了经营权之争 当时他们的合作伙伴 同时也是他们的房东 这是北京华联集团 由于这家百货公司业绩实在是非常好 到目前为止 他们的最高业绩一年已经来到了315亿台币 甚至每一年的业绩都是再创加价状况之下 那么房东对于经营权就希望能够完全的掌握 于是发动了这么一个经营权之争 他们怎么做 他们直接以涉摊工程款为由 非常没有预警的状况之下 就撤换了数十名的台湾干部 那么那个时候 新方总经营吴星达特别从台湾飞到了北京要去交涉 结果他自己差点出不来 进去到了北京之后被控经济犯罪 遭到了软禁 结果当时这样子的罪名扣在他头上 实在是语言没有办法接受的状况之下 后来国台办也介入去处理 最后软禁了5天的时间 吴星达是被放了出来 华联也盗窃了 双方在这整起的争议当中 这个残送的时间大概有4年左右 那么最后是在2011年的9月份 双方签下了协议书 那么目前呢 星光集团只是单纯的 以投资者的角色来参与相关的决策 好我们再来看这次的事情 这次徐旭东的太平洋百货 在成都的春喜殿 其实在当地经营已经长达20几年的时间了 可以说是当地第一个进驻的外资百货公司 那么在2013年的7月 也就是现在这个时间点发生了 这次的经营权纠纷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房东 成商集团 希望能够涨他的房租 不是涨一点 是涨很多 从原来的房租一年是1.26亿的新台币 一口气要涨将近5倍 来到了5.8亿的新台币 于是双方就开始进入到一个仲裁的阶段 仲裁之后呢 那么决议双方的合约要终止 终止接下来就是要进行清算的这个过程 不过目前清算的过程 还在法律程序在走的当中 现在房东等不及了 强行就进入到了商场 来强行霸占 让他没有办法继续营业 所以呢三更半夜就强行战电 现在门都关起来 所以未来要怎么解决 不知道 只知道目前石区东 有可能要亲自来到成都来进行处理 这么大的一起事件 在中国大陆媒体 是非常小心谨慎的在处理 甚至呢 很多的媒体是只字未提 所以我们首先想要先请教来教授 我们来看到像这样的事件 还有回头过去星光三月 星光天地 曾经碰过的惨痛的教训 其实类似的事件 以这次徐区东所命运状况来讲 中国大陆的媒体 似乎也非常小心谨慎在处理 他现在所碰到的一个中国的气氛 包含了官方的态度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这个可以看得出来 在中国大陆经商 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看起来13亿人口市场是很大的 但是风险也是很大 因为基本上中国大陆 还是一个人质为主的一个社会 它不是法治 西方国家 包括我们中华民国 我们都是法治 所以这个 企业之间有关系是难免的 但是怎么最后都是法律重裁 而且怎么把这问题顺利化解 比如说我们台北市捷衍局 当然不是跟马特拉也有关系吗 但是我们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 圆满解决 同样的我们宏达电跟三星 三星跟美国苹果之类 也有很多关系师 但这个关系师 透过美国的法律系统 最后怎么大家都接受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相信美国法律没问题 同样台湾的法律也没问题 那今天什么 中国大陆在这方面都差很多 为什么 因为他们党是领导的 党统治一切 所以党领治 领军 领法律 什么都是党优先的 所以就最后面来说 它是什么 是党制的一个国度 那么党制的国度里头 人际关系就很重要 但是因为是党制不是法制 所以人际关系可能几年前很管用 几年之后又不管用 比如说薄熙 我们讲说薄熙就是吧 当年他是什么 我们讲说重庆王 所以跟他关系好 什么都好办 但他现在怎么样呢 已经人去了 人去楼空了 所以过去关系就不管用了 就是这样子 所以说带大陆投资 这个是很大很大的风险 就是他们这个法制还没建立起来 所以这个机会很多 但是什么呢 危机也很多 因此我们看到台商 大的也好 中的也好 小的也好 其实他类似这种案子是非常的多 所以说不要以为说 你跟大陆上的高层领导 关系很好 你就可以为首预为 那不必的 不必然 为什么 因为那个高层领导 可能三两天可能就下去了 是不是薄熙就这个例子了 所以我们说这个圆摆也好 或者说星光也好 这种情况应该让我们的国人 让我们的契机得到很多教训 就是去那边投资 一定要非常非常谨慎 第二个呢 不要把所有的地带放在那个地方 看起来是很不错 其实这个是很基本的一个 我们讲说 卡玛西斯嘛 我们应该分散 你到印度啊 到东南亚很多地方都可以去 但绝对不能说把所有的地带放在那个地方 那太危险了 所以进步想要请教副院长 就刚才我们提到包含星光天地的例子 还有这一次 石旭东所命令到的状况 星光天地你看那时候 四月份才刚刚开幕营业的百货公司 到了八月份就出现了经营权之争 然后给你扣一个很大的帽子 说你贪污 说你是经济罪犯 然后呢 石旭东这次状况 它是在当地已经深耕了 二十几年的一个百货公司 说要变 马上强占 你也完全是束手无策 房东今天要恶意找你的房租 一口气涨张近五倍 你也一点办法都没有 进步想要来问了 其实这就是中国所谓的 潜规则游戏规则吗 对台湾的商人来说 你就一点办法都没有 这不是潜规则 因为潜规则基本上还有规则 只是它是在under table下面 那我们要透过特殊管道去了解 到底这个规则到底是怎么回事 然后不要touch到那个规则 那从这两个事件来讲 它根本不是规则 房东眼红了 他就要把它抢回去 他看到你业绩变好了 他又要主导他的经营权 所以你几乎没有规则可言 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你就要怎么样 当然这个也是最主要是 中国整个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 他从一个国家资本主义 过渡到这个市场经济 很大的一个乱象 现在有可能的状况是说 连国家的层次都没有办法 这个去管道了这个 所谓的这个泡沫化 所影响的这个巨大利益 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就是因为他那个地点现在 从以前到现在 可能是价值非常低的 但是现在忽然 他的价值非常非常高 所以他觉得眼红了 他必须要把这个利益拿回来 用一些非经济的手段 想要拿回来 同样道理 星光的历史也是一样 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当这个国家在有一个 泡沫化的情况下 有一个非经济的利益产生的时候 那时候他在没有规则的情况之下 大家就比拳头 大家比能力 比狠 对 所以我能抢就先抢 那到底仲裁结果怎么样 那以后再说 所以现在遇到的难题 可能这部分看要怎么样去处理 是比较重要的 泰白的这个争议 发生在这个时间点 你也得说它实在是太巧了 因为目前国人非常紧张的就是福贸 福贸协议才刚刚签了 可是台湾很多企业觉得 就是说我不是怕竞争 我现在担心的就是不公平的竞争 结果血淋淋淋的泰白事件 就摆在你眼前 有可能出现的 会是像这样子的不公平竞争状况 所以我进一步想要请教足笔 就是以现在福贸争议 在台湾的目前的这个气氛 再碰上刚好出现了 石叙东泰白的这个争议 是不是使得在台湾内部 对于去大陆投资的那种 很深层的恐惧 又全部都释放出来了 我觉得倒也没有什么深层恐惧 因为前不后继 其实已经二三十年 早年像我邻居都是去 去北京投资这个牛肉面店 也被吃掉 那是一个小店也被吃掉 那二十几年前就有了 所以这种事情就像 那个李教授讲的 大大小小的事情 其实不断的在发生 所以你会怕就不会去 不怕还是继续去 所以那个恐惧其实是看个人 那我是觉得说 像这样的事情最终 我觉得可能还是政治解决 像后来是国台办出面的 星光那个案子是国台办出面的 那现在这个地方 其实大陆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是 中央跟地方不同掉 那个中央的利益 跟地方的利益也不同掉 那地方常常是这个很短视 看到什么东西想想 包括地方政府都这样 不要说这个城商集团 他是他的房东 包括地方政府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现在地方在很严重 那中央其实看着也其实蛮担心的 所以这个问题最后可能 可能还是国台办之类的 有点偏中央的这个单位介入 可能才能够解决 那徐旭中央要去打动的 或者是推动的 可能也是看能不能找到这样的管道 去把这个东西处理掉 要不然这种事情是不断的在发生的 那大陆有个情况 因为我自己 久几年我就去大陆 然后2000年在金融圈 持续好多年都是因为 我们集团的关系 跟他们有一些来往往来 有些还蛮深入的往来 其实蛮清楚的接触到他们是 他们其实是 这个东西我先不会也没有关系 我看你怎么做 做到我看懂了 怎么做的时候我就伸手了 所以其实包括我们金融圈 很多那种合资基金公司 合资的这种金融机构 他还是一开始 就外资可以来当总经理 那董事长一定是我们 财务长一定是我们 我讲的是大陆方 董事长是我们 这个财务长是我们 总经理可以干没有关系 我看了差不多的时候 董事长就伸手伸进来 那那个时候明目是什么 就跟刚刚讲 那个是什么经济犯罪一样 随便他编 明目是什么 那你自己要知道说 这个情况其实不只发生在 我们台商去那边 其实其他的外资区也都 常常面临这个问题 所以他在这个 其实是一个经济转型的过程当中 他从什么都没有 那到后来靠代工 这是学我们台湾 累积了一些经济实力以后 那市场够大 因为市场这个大 大到我们金融圈 有一个很现实的感受是 像我自己从金融界 退出来这2005年 我带的那家公司 是两岸最大的基金公司 管1600亿台币 他们在当时 如果有100亿人民币已经不错了 那个时候在3点多不到4块钱的时候 已经是最大了 可是你现在经过两三年 不到2007 08的时候 再跟他们接洽的时候 他们最大的基金公司 管了已经3000亿人民币 我们台湾的整个基金市场的存量 也不过两兆台币 他一家公司就顶你一半的市场了 所以这个市场大到这个情况是 他到了后来 他自己拥有什么样的实力 他自己很清楚 你可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我也很清楚 所以我就插手去了 那现在他看到这个太平洋百货 我是觉得他要是 觉得说你这块招牌好用 那这个商圈给你炒热起来以后 商圈有一定的价值 我自己可以来做 我可以来做了 他其实可以不要你这个招牌都没关系 我自己在开一家 什么百货都可以开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面对他的整个 他实质上他整个经济的发展 还有各地的发展的情况 他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要介入的时候 你自己要有一个盘算 比如说如果我是许佳 我盘算说这个我能做多久 做到不能做为止 可能要先有这种盘算 要做最坏打算先 就是说我去了以后呢 我可以做多久 做到那个时候不能做我的时候呢 那我这个笋跟益怎么样抓 可以的话我就去 去了到时候送他都送他没关系 所以刚才竹笔谈到 其实目前大家在讨论福茂协议的 都很深的担心会放在这一块 尤其台湾目前要过去那边投资 在福茂协议的开放部分 大部分都是合资 相对来说呢 陆资来到台湾经营投资呢 很多都会可以是独自的状态 所以这个大家对于福茂协议两岸之间 到底是放在同一个天平上 会觉得有点质疑 我今天不想要请教副院长 因为其实前两天 经济部才出来一个最新的评估报告 说这福茂协议呢 可以为台湾的GDP的贡献度 其实只有0.034% 他说在未来十年可以有十倍的成长 但老实说十年的时间会发生的事情 有可能太多了 我们很难预期说未来十年 到底成长状况怎样 也因此我们回头来看福茂协议 对于台湾来说 到底是甜头或是苦头 两岸之间基本上 它的这个制度跟规则是非常不对称 因为台湾是相对于这个自由跟市场 所以你只要准入以后 事实上你爱怎么做 只要不要违反这个 这个公平竞争的原则的话 你就可以怎么做 但是台商甚至于外资 到中国大陆去的时候 完全不可以这样子 因为它有非常多的前规则 这个前规则还有规则 还要面对刚才提到的是 没有规则的规则 他要怎么搞就怎么搞 所以这个变成就是说 我们就要做最好的最坏的打算 当你遇到一种不同的情境的时候 你该怎么样去处理 这个当然就会就是说 面对困难的时候 你可能要去突破 面对赚钱的时候 你可能也要防止人家来抢夺 所以这个部分到底 可以创造多少的利益 恐怕还要等到就是说 中国本身它真正的进入了 所谓的市场经济的时候 恐怕才有办法去完整的去解决 用政治的手段解决 恐怕也只是治标而已 这也就是为什么西方国家 到今天为止 一直不愿意给中国 所谓的市场经济的地位 就是这样 因为市场经济的地位来讲的话 现在所呈现的状况 就不是这样子 所以说他一再的要求 西方国家要给他市场经济地位 恐怕他这些的透明度 都应该要做好的情况之下 恐怕才有那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刚才费员长提到了 台商在那边投资 会面临到很多的难处 那么怎么样来保护大家的投资 不要有太严重的损害呢 现在说是有一个 两岸投资保护跟促进协议 不过这个投保协议 是在今年2月 是已经正式上路了 到现在100多天的时间 没有处理任何一件 台商的纠纷案件 这一次徐旭东的事件 说现在已经是跟海基会 有希望海基会能够介入 来一起帮忙 那么海基会去跟对岸协调 之后的结果 其实老实说 也是还蛮官方的说法 就是说我们现在 全都市政府 也要来积极地来介入来处理 然后来确保你们的人身安全 在财务的部分 在商业纠纷的部分 其实也是只字未提 所以进一步的 想要来请教老师 就是说我们虽然有 这个所谓的投保协议 但是感觉起来 好像对大家没有任何保障 我们今天在大陆碰到 任何的纠纷 你要进入到中国的一个 司法体系 台湘能够相信 中国的司法体系吗 在这个部分 其实完全都只能靠台湘自己 我们台湾政府 也没有着力之处 我可以讲个例子 新加坡过去李光耀 曾经跟邓小平 打整个协议 就是希望复制新加坡经验 到中国大陆去 然后把整个中国大陆 变成新加坡战略大后方 因为新加坡的这个 外资各方面非常成功 所以新加坡 就是李光耀 现在透过这个跟邓小平私人关系 那么在这个苏州 就是新加坡成立一个苏州工业员区 那很有名的 我们现在你们都听过 那么李光耀认为说 这个很难得 因为我跟这个邓小平都达成这样一个协议 他同意的 应该没有问题 这等于是国与国之间的 政治的一个合作协议 结果到后来什么 踢个踏铁板 因为这个苏州工业员区弄好了 而且生意很不错 以新加坡的那种效率 以及各种制度化 各种规则 当然很多外商都分别跑去那边投资 分别建立工厂 这个苏州当地的这些什么 中共的干部就眼红了 奇怪 他怎么生意那么好 所以他就在苏州工业员区的马路对边 他还弄另外一个 就完全一样的 就完全是复制一块 李光耀当然就抗议 他说我这弄这个 你怎么可以来复制这样 跟我抢生意 而且还就在对街 对 就马路对边 结果当地政府怎么说 他说你说你的 我没有影响你的 我说我的 我这有什么不对 这李光耀气死了 他亲自跑到中国大陆去 弄老板 后来好像也是几乎是无解 你看看在新加坡 李光耀亲自出面的 跟邓小平达成这样的一个具体协议 到后来都还发生这个情况 这就是给我们很大教训 因为台商跟他们 跟中国大陆的这个企业合作 基本上怎么 并没有得到我们政府的支持 我们是私人的这个贸易行为 问题是一旦发生怎么 你怎么办呢 因为它不是一个法治社会 所以我刚才说了 一个法治社会 我们的这个捷运 跟法国马特拉公司发生问题 没有问题 我们就是法治社会 交给法院这个仲裁搞定了 我们的宏纳店跟苹果 或是跟三千有问题 一样打官司 对 大概没话说 但是什么呢 你在中国大陆打官司 你怎么打 因为他们党统治一切 它什么都是由党来决定的 它党又是什么 又是人的问题 所以它是党治 基本上就是人治这个社会 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 所以我说这次 像这次这个事件 那怎么样去解决呢 还是要人的关系 也就是说可能要透过什么 我们这边的高层 比如说海基会的高层 跟他们这个海基会的高层 为了两岸关系干嘛干嘛呢 他们应该会出面 也就是说我们这边新闻吵得越大 对这个什么远动集团也有利 如果说我们这边报纸也不登 那远动就很麻烦了 因为当中国大陆的领导人知道说 不得了 台湾这两千多人都很愤慨 都是支持这个远动集团的 他们就很紧张了 最下它马上怎么 就政治决定了一切了 马上说问题赶快搞定 反过来说我们都不单回事 说你赚那么多钱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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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蛋了 那就没有什么机会了 你看说这是一个什么 一个标准的人治社会 他不这个法治嘛 因此我们现在就是要什么 要成为远动集团的后盾 然后什么大家好好 比如说你电视台这样也报道 我认为什么 对远动集团就有帮助很大 为什么 因为你们收集率很高嘛 看的人很多 中共大陆他们都知道 他们每天都研究 这个节目多好看 影响力多大 他一看不得了 如果说媒介都报道 我们的平面媒体 以及电视的广播都报道 三人家他就动起来 如果说国际媒体也报道 更坏 所以说你看在这个情况之下 台湾真的讲什么 这是非常凄惨的 他必须要透过这个什么 国内国外各种媒体议论 才能为他什么呢 讨回公道 否则的话什么呢 是哭就无门 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当做 这个投资保障协议的试金石 如果说这件事情 他的解决方式 还是用过去方法的政治手段解决 那表示我们的投资保障协议 基本上它的生效也跟没效一样 所以说今天这件事情 假如能够回归到 我们当初签的这个投保协议 然后按照那个来处理的话 我想才可以获得真正的一个保障 制度上的一个保障 就有一个指标性的效果在那边 对对对 这图显出我们当初为什么要求这个 如果发生纠纷的时候 这个国际仲裁跟协商是重要的一件事情 两位老师所讲到的 包含新加坡也曾经面临到的状况 所以经济部长张家助瑜 也不是他说要除三害吗 他说现在要面临除三害的问题 这三害就是重复投资跟恶性竞争 另外呢就是恶意的挖角原材 还有呢第三害 就是刚才提到的潜规则的部分 这三害能不能除 刚才李教授特别讲到了 中国现在在面临很多的纠纷 包含商业纠纷经济问题 其实常常还是从政治的角度 去处理去解决 那这个美国非常有名的 中国问题学家这个沈大为 所以他才会说 中国这样的规权的政治体制 是中国软世的一个赤字 借此呢来佐证说 他觉得中国其实距离 真正的大国还有一段距离 不晓得你怎么来看他这样的认输 我觉得大国是一定是大国的 是什么样的大国 就是可能有人说一流的大国 那他可能还没入流 所以大国强国这个是没有办法否定的 我觉得我们从他改革开放 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现在 他其实从一个共产社会 是社会主义国家 然后他采取的是资本主义的做法去做 这当中一定有矛盾存在 有他不会做的 他自己搞不清楚 摸不清楚的东西 所以其实我们从我们过去几年 我站在我的行业 跟他们交流的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很多人 多数人包括政府 包括民间 包括企业 都是说现在能做什么 我们就做什么 现在能够抓到什么 我们就拿什么 现在能够抓什么 赚什么我们赚什么 以后呢 我不知道 以后有一个新的机会出来 我就再抓那个新的机会 其实都是这样子 包括你说泰白这种方式 那个业主是什么心态 也是这种心态啊 对不对 清光那个业主是什么心态 也是这种心态 都是大家不会做嘛 对不对 那现在能做什么 看到人家做这个我做啊 看到人家我也做对不对 包括政府也这样 中央政府也是这样 过去习近平之前那几任 国家主席不是都也这样子吗 所以他们是其实成为一个 他什么都没有碰过的 然后慢慢慢慢接触这个 接触那个的时候 现在在我抓有什么好处 我会讲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我下个月会去一段时间 大陆一段时间 为什么 我的一些账户都被冻结 那冻结的原因是什么 是我的台报证过期 然后我大概有一年 一两年没有去了 我必须办一个 新的台报证 去那些金融机构 跟他讲说我要激活 激是刺激的激活 活起来的活 因为我现在已经躺在那边不动 所以要激活 要激活我的户头 那他就让你激活 为什么有这个动作 就是人头户的防治 他怕说你当初来开户 可能你是人头 你又是境外人士 那更是可能是人头 那你这种人头户的防治 它是这样防的 你可见说官方怎么看待 他们民间企业 是不是有很多是做假的 是不是有些在洗钱的 那这些商家出去的 或者官方出去的钱 是不是都是用洗钱方式出去 这个也是他们不会处理的 也是没有面对过 那大家是不是像那种 我抢到手就算我的 所以包括我们这种行业 在发基金的时候 有一句话叫做 我们现在在跑马圈地 跑到哪里圈到哪里算我的 所以我一直发基金 一直发基金 你这个其实一个 冰山的一角 你看到像我们这种行业 去看就普遍存在这种现象 就是整个中国都存在这种现象 所以刚才那个副院长讲 那个泡沫什么东西 也是这样搞出来的 才会泡沫 因为我就是圈嘛 我就是搞嘛 那你今天可能是中国首富 明天可能是阶下囚 像那个什么国美 不是阶下囚了吗 它曾经是中国首富啊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大起大落的时候 到处都在发生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预期可能相当长一段时间 还会这种乱象还是存在的 那你说它是不是大国 它一定是大国 可是是这样的大国 所以竹笔说它是大国 只是不晓得是哪一流的大国 肯定应该不是属于一流大国 不过西方世界从过去 面对中国崛起 觉得它是一个威胁 到现在出现的论述 觉得说它好像很难成为一个一流大国 中间它看到的中国大陆的问题 到底有哪些呢 我马上回来 好在刚才呢 我们提到了中国大陆 目前西方世界对它的观察呢 出现了不一样的变化 过去提到了中国崛起 西方世界总是抱持着一个 感觉起来被受到威胁的那种角度来看 但现在呢 似乎觉得好像中国大陆 不一定那么可怕 有可能它没有办法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 华尔街日报 用中国南城一流大国的标题 来写了一篇文章 其中特别引述到了 就是这两本书的观点 这本书呢 中国走上全球 却是一个不完全的大国 这本书 这是我刚才提到的 在美国非常有名的中国专家 沈大为他所写的 而另外这本书 讲的是蛮山的巨人 提到的内容是怎么样呢 去威胁到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些因素 这本书的作者叫做谭宝信 他是一位银行家 长期生活在东亚地区 所以对中国大陆 有他第一现场的观察 而针对这两本书的观点 西方世界为什么会认为 中国很难成为一流的大国 他提出了包含人口结构的角度 还有像是社会保障的角度 我们一起来关心 最近以上人口 现在是占到了总人口比例是13% 13.26% 那么比十年前是上升了2.93% 大陆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 在专题报告会上指出 大陆在1990年的人口结构 是标准的金字塔型 劳力充足快速生产 是人口红利期 但是因为一胎化 人口结构发生变化 推测到2030年 老龄人口将达到2.4亿 整个人口金字塔 要整个倒转过来 而人口红利的拐点 预计在2015年 就会提前到来 这么一来 劳动力短缺 老年扶养比快速上升 直接冲击的是总体国力 2030年 大陆总体的经济实力 即使战上世界第一 恐怕也是老太龙中的巨龙 面临一些矛盾和挑战 这个仪式呢 人口的老龄化的趋势 再加快 这一点 在东亚长期生活过的银行家 谭宝信 在他的著作 《满山的巨人》 威胁大陆未来的因素中 也特别点出 可怕的人口形势 加上保守 不愿改革的领导层 使得大陆不太可能成为世界领袖 或是具备超级大国的地位 谭宝信还提到 大陆取得经济突破的机会窗口 大概20年 错过机会 就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我上次访美的时候呢 讲过一句话 我说宽广的太平洋啊 它有足够的空间 来容纳中美两个大国 我现在呢 依然是这样认为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以一山可荣二虎谈话 替未来美中关系走向定调 言谈中险进大国之资 但大陆外交部长王毅 却进一步针对大国解释 他说大陆还并非富国强国 让13亿老百姓 真正过上幸福的生活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美国著名大陆问题专家沈大伟 在大陆走向全球书中 把大陆当作一个不完全大国看待 意思是大陆还缺乏国际事务中的责任感 只专心在国内的发展和领土利益的捍卫 例如与菲律宾之间的南海主权争议 因此成不上一个大国 大陆会继续崛起 不过因为面临的威胁太大 学者认为大陆在本世纪超越美国 成为世界一流强国的目标 很难想象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好 所以我们看到像这些说 就特别从人口红利的角度来观察 到底中国大陆有没有办法 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国 我们说一句话 觅食为天嘛 过去呢 坐在中南海的中国领导人想的就是 我国内这十几亿张嘴 我要怎么样来喂饱每一个人 是他们非常严重的问题 所以后来呢 才会有所谓一胎化的政策的出现 一胎化政策之后 紧接着现在变成非常严重的人口问题出来了 刚才我们在新闻画面当中也特别看到 目前中国人口红利出现了一个拐点 在过去1953年的时候 他们的人口是一个金字塔形 非常标准没有问题 但在下面的这些年纪很小的孩子们长大之后呢 就进入到了人口红利期 哇 劳动力非常的充足 那些市场也非常强劲 大家都想买东西 大家都有消费能力 提供很好的劳动力的环境 但是紧接着 那么中国社科院自己的研究 可能2015年就会出现了人口拐点 甚至这个人口红利拐点 到了2030年之后进入的发展 就变成一个倒金字塔形了 老年人口这么样的多 那么一胎化之后呢 出生的孩子越来越少 那么中间的劳动人口也越来越少 进一步的会影响到的 当然就是它的内需市场 因为人不多 人不多的状况之下 劳动力会受到影响 买东西的人也会越来越少 这怎么样进步的来牵动 中国大陆未来整体国力的发展 我们首先想要先请教一下李教授 这个的确是一个危机 因为中共当初大力推展的 一台化的时候 并没有预料到说 几十年之后可能变成什么 倒金字塔 变成一个负担 甚至变成一个重大挑战 那么也有经历学者说 如果说从中国大陆目前 老化的情况来看 再看看印度 印度刚好是什么 快到一个我们讲说 非常应该 也就是说它人口结构是越来越好 再过几十年就中国变成一个老人大国 印度变成什么年轻大国 未来这个世界工厂 可能从中国大陆搬到印度那边去 印度可能取中国代支 那是一个发展 事实上我们讲说除了这个人口之外 还有很多的危机 那么这个有两大危机 一个是什么生态环境的危机 比如说北京好了 你看北京那个 那一代 如果说沙尘暴一起来 整个北京都戴口罩 全世界没有一个首都 哇 说上当下来没人戴口罩来上班 24小时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讽刺 那么事实上这个中共以前 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总理 朱鸿基 他很敢讲话 风名很不错 那朱鸿基在位的时候 他就曾经检告中国大陆 他说不好好把这个西北地区 就是内门那边的这个什么 沙尘暴弄好 可能再过多少年 北京就没办法住人了 他检告之后 事实上这样并没有改善 那最近中共有一个学者提出来 他说要改善北京的这个生态 可能要把什么大西北地区 至少五分之一的土地 拿来种什么 种树 不得了 五分之一 他说如果做不到的话 怎么呢 那将来这个地方都不能住 你看那不得了 那个地多大 这是一个什么 一个生态 北方的 另外一个什么 也是重大危机 这个水的问题 水不能喝 长江变黄河 黄河已经没水了 那么西江变长江 所以这个大陆 所有大的河流 几乎都污染 不同程度的污染 所以将来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北方的水 已经很少就没水 所以南水要比掉 结果南水又越来越脏 然后怎么越来越有限 所以这个未来水的问题 他们说 这个就是美国的专家 也认为说 可能对中国大陆造成 另外一个重大的什么 一个挑战跟危机 你想想 那个地方空气是不于人居 又没有水喝 那怎么办呢 当然还有最后一个 也是一个危机 就大陆各个地方的这些什么 县市政府为了要扩充门面干嘛 干嘛的 当然可能为了钱 所以不断的把好的粮田 改成一个社区 盖了很多大楼很多大楼 所以中国大陆粮田越来越少 粮田就越来越少 而且每年减少的面积非常大 另外沙漠的面积 每年一直在增加 平均每年 中国大陆沙漠增加的面积 大概相当一个什么台北线那么大 就2000多平方公里 10年的话就2万多平方公里 也就是说每过10年 差不多一个比台湾小的地方 整个都变沙漠了 所以中国大陆沙漠化越来越严重 水越来越少 然后粮田越来越少 加拿来什么 他们吃的问题就很严重 所以这些问题加上人口老化问题 的确构成中共最大最大的挑战 也就是说中国大陆别掌其他问题 你光把这个问题弄好什么 就非常头大了 是不是那要把他软实力弄出来了 那更是头大问题 也就是说他没有法治 他不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度 所以沈大为才笑他 他们的这个什么 目前硬实力看起来还不错 但软实力是一塌糊涂 中国大陆 中国在国际形象是很差的 没有几个国家羡慕他 就少数几个国家羡慕他 哪几个呢 柬埔寨 巴基斯坦 缅甸这种国家 你看西方国家谁羡慕他 我们台湾也是一样 到大陆去看看又跑回来 为什么呢 因为那边就是没有安全感 我们所谓的朴素价值 种植生态 种植环保 人权 民族等等那边都没有 所以我们讲说中国大陆到目前为止 他最好的软实力是什么 这就是孔子学院你看看 把两天多年的孔老夫子搬出老爷子 他没有啊 是不是这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危机 也是很大的一个讽刺 他今天来说人口这个大国 刚才讲大国 土地面积来说他也是一个大国 就经济实力来说他也是大国嘛 他价值于美国嘛 他的这个对外贸易快要取美国而代之 所以他就出口了 占全世界这个什么 这个出口比例很高 但是我们讲到这个软实力其实什么呢 好像没有什么软实力 我们台湾比他还多 是不是你看我们台湾吃在台湾 是不是玩在台湾 我们很多不错文创各方面 台湾的电影 台湾等等的 甚至台湾的棒球 台湾的各方面你看 都是蓬勃发展 这是我们的优势 所以说很多外国人到台湾来的 所以台湾非常羡慕 我们观光局也有个统计资料 就是到台湾的观光客回去之后 对台湾的评价什么 几乎什么都90%以上什么的满意 这是很难得很难得 就是台湾人非常友善 台湾的环境非常好 很重的环保 很安全 这样一个社会怎么 外国人喜欢来 但是外国人是不是喜欢中国大陆那一套呢 是完全不一样 他们只是好奇 中国是不是很多很多东西 其实都古代留下来 一些古迹嘛 另外西的建设 有什么建设呢 也没有什么建设啊 所以我说这是中国大陆 真的有很大很大一个危机 除了人口危机之后 刚才讲的 它的生态问题 它的水质问题 它的良权越来越少的问题 最后就是它的软实力问题 如果说这几个不能够 一起来怎么好好来处理啊 那中国大陆未来真的讲 我们是感到非常的忧心 所以我们看中国大陆 现在虽然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有没有可能 它在往世界大国迈进的脚步当中 其实还没有真正富有起来 就已经一些老太龙中 却百病重出的状况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马上回来 好 回到我们节目现场 想要问一个问题 中国大陆在迈向世界强国的路上 有没有可能出现一个 还没有真的达到富有的阶段 就已经先衰老 已经先是这个老太龙中的状况 未复先老的情形 事实上呢 世界观察研究所的一份评估 它说过去呢 像是美国 日本 韩国 达到现在中国人口老化的程度的时候 那时候的这些先进国家 人均GDP呢 已经有到1万5千美金的水准 而目前2012年的中国 它人口老化 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态势 它人均的GDP呢 只有到6千出头美金 因此呢 来看呢 先要请教一下副院长 中国大陆就是这个问题 现在是不是已经 还没有富有起来 就已经先老化了 事实上这个风险跟挑战 是越来越增加了 而且它的这个 处理这件事情的 黄金时期越来越短 因为刚才提到的 2030年距离现在 大概只有十几年到20年当中 那我们刚才又提到了 未来的十年的中国 可能它有很大的变局 也就是它的黄金期 所以为什么我刚才提到的 这个习近平跟李克强 事实上他如果没有在这十年当中 把这个中国的经济 或者是他的情况 做一个彻底的转型的话 那他马上十年过后以后 他马上再过几年就要面临 我们刚才谈人口红利 甚至于倒三角形的 这样的一个困难点 因为你如果在这十几年当中 你没有赶快把一些 这些老年人的一些机制 安养机制也好 或是产业发展怎么样去处理 赶快准备妥当的时候 到时候十几年过后以后 可能就会措手不及 那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负担 比如说以台湾来讲的话 现在的健保制度就是因为 为什么会发挥那么多 就是因为我们老年越来越多 而且这个是等级数的在增加 那个花的费用 所以你可以讲说 中国面临这样的挑战 比我们20年以后 比我们现在的情况 还要更严重的非常非常多 那他遇到的问题还不只是这样 我们刚才提到了 他现在的这个包括地方政府 或是国有企业还是在以这个冲量 没有再转值往这个 所以我们刚才提到 软实力的方向来做一些发展 如果没有利用这十年当中 赶快把这个处理好的话 那他紧接着 那个挑战会比现在还要更大 那时候我们就不晓得说 他要怎么样去面对跟处理 我觉得以现在到未来十年 还是有那样的处理空间跟时间 只是这个时间真的是非常急迫 因为毕竟以目前中国来讲 他几乎是可以处于一个 完全没有社会保障体制的国家吗 对 保障非常非常多 所以为什么他现在的这个 超好储蓄会那么高 很重要的原因还是要有一些保障 这也就是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中国他的这个货币攻击 以M2来讲的话 他的增加量几乎是全世界最多的 不是美国 它最多的 但是为什么还没有真正的大泡沫的产生 就是因为大家还很担心大家的未来 所以有很高的一个储蓄存在 但是这个就是说 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的这个民间消费 起不来很重要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对 所以刚才副所长讲了好多 这也就是为什么 这也就是为什么 其实就点出了一件事情 每个问题都是缓缓想口 变成了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社会问题 以及中国未来国家发展很严重的隐忧 所以我们进一步想要请教主比 就是说台湾现在跟中国的关系 真的益存度是非常高 我们面对了未来中国的发展 会是那样的景象 台湾应该要怎么样做好准备 其实台湾早一些就开始处理这个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 因为人口红利跟产业结构会有息息相关 比如说如果我们还是制造业的时候 那都是工厂为主 那那些就是比较低阶层的就业工作 那如果你是服务业 那可能就提升那个去了 那我在美国待过一段时间 那最近又看到一个新闻 蛮有趣的新闻 就是说他们又打射了一批非法移民变成公民 可以变成公民 这代表什么呢 代表说美国那个地方 你看他说他的GDP 人均可能将近5万人民币了 那是建筑在什么地方 可能建筑在一大堆那种非法劳工进去 所以有时候人口这个结构 跟这个就业的状况 劳动力 也不一定是从他们本国人去看的 那才不久以前 其实我在美国待了几年 就已经大赦几次 他几年就要大赦一次 几年就要大赦一次 就是说一堆人就会涌进去 然后就非法打工 然后就召救你们美国的经济 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口不一定是 一定是你们自己的人生自己的人 不一定就是外来人口 像我们金融业感受最深的是 很多被挖角挖到那边去 像某基金公司的基金经理人 在台湾他的年薪才150万台币 我当时当某一家基金公司的顾问 在大陆的时候 我们就开会的时候 要引进你们一个台湾人 收回海外经验 因为当时需要有海外经验 就给他120万的民币 不含年终奖金 所以数字看起来差不多 那个币值差很多 差很多 差很多 没有错 所以这个人就去工作了 所以就他们来讲 如果说产业所需要的劳动力 就算我产业结构调整过以后 它足够的市场 那么大的市场 有足够的资金 可以把外来的人口引进来 这个不是问题 倒是刚才他们两位所提的 那个整体性的 揪揪姐姐揪着要纠杂在一起 那个全面性的问题 才是真正的问题 因为那个是没有办法 你这个解决了 这个就没事 不会这个样子的 如果我们纯粹就人口红利 跟劳动力这个看 那很简单可以解决 包括我们台湾都能解决 但是其他的那些问题 他不是一天两天 也不是短期之间 就可以看到解决方案 所以今天非常谢谢三位老师 让我们对于中国大陆 就在我们旁边的邻居 我们跟他依存度 这么高的状况之下 怎么样真正的来认识 这个国家 非常谢谢三位老师 我们等一下广告周进来 特别来关心的是 安倍经济学 安倍经济学进行了 半年多的时间的试验之后 现在来看 当日本的商品是 又好又便宜的时候 台湾制造有政客的竞争地吗 马上回来 在日本呢 安倍经济学 射出了三支箭 同时也射出了 两种不同的经济样貌 他们呢 为了要逼出消费者的购物欲望 所以非常的贴心 在日本 就算是只买一瓶啤酒 他也帮你外送到价 而且还很便宜 像是一盘高档的握寿丝 也才32块钱 同样也可以帮你外送 这么好的服务 这么便宜的价钱 重新点燃了经济活力 安倍接交日元贬值效应 双面刃 真的能够让日本打破薪水不涨 人民不花钱的酒劲吗 而通宋米来看 日本呢 持续对外输出 质源贬值的威力 非常便宜的 这些日本的车子 输入到了美国 让美国呢 开始评估 对日本的经济政策走向 甚至也进一步影响到了 TPP谈判 这一半日本产品呢 变得非常便宜 又非常好用的时候 大家就要问了 其实谁还需要台湾制造 跟中国制造的东西呢 在明天 有的震惊话 带您一起讨论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